怎么办 怎么办 哎 老板你在干嘛 这个搜狗摩托车赛道难度这么高 用这么小的摩托车根本玩不了 你这样放摩托车肯定不行了 看我双手捏着摩托车翘起前轮 然后快速向前滑动 它就能跑得飞快 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挑战得了这个九星赛道 要是你能完成这个九星赛道 河里面的隐藏十星赛道 我就把它送给你 平时你都是靠小伙伴点小心心加油 这次靠实力你绝对办不到 老板 你就这么想靠我和我的小伙伴吗 你还不知道 我们个个都是搜狗摩托车小东水玩 来吧 一起来搜狗吧 总场都超过587厘米 机动挖车一套搞定的九星赛道 鱼太重了 里面附带两辆小车 我们赶紧把赛道听起来 九星赛道云太重横完成 火 虽然这个赛道看上去 现在又怎么难得了我们呢 拿出我的秘密武器 卡哥收藏的十二杖架 SSR的毁灭 绝境 重生 降临 龙兴 还有度压 这次就派第一次出场 OK 我们来收拖降临来试试 诶 等一下 他感觉 守出来是被练着两点半啊 但是涡轮加速 我是没服过谁 先由别进来挑战 救星赛道 对我这个波龙小王子来说 还不是简简单单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最强的十星赛道 在哪里 诶 看了最后这个十星开花赛道 就很强嘛 决定就是你啦 十星开花赛道 四个椭圆大连环 接着还有两个大连环 再接一个 最后还有无限循环 这惊险刺激的程度啊 犹如牛顿坐过山车呀 那就先由度压来挑战 降临登场 登场 登场 再来看看龙兴 看来我们的赛道小能手决定 表现如何 果然是我们的夺快选手 他成功了 别比我还有一两位选手 会面请先来 压走的是我最喜欢的 龙兽 这个真的太难了吧 连他也失败了 哇 今天的脸乖 是我们的 决定